女人跳进木桶 沿着河水顺流而下 很快便被两个土匪发现 五花大榜带回了山寨 谁知静音哭错了爹 被土匪一眼识破身份 正儿泰然自若地鼓了掌 表示自己是来跟土匪做交易的 方才上山的时候 我已经沿途做下记号 过不了多久 朝廷的追兵就会杀到这里的 领队的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他是大旗战神蓝灵王 正儿吓唬完土匪 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让对方现在立刻马上走 他的这波操作 把土匪给整蒙了 但他们还是选择 暂时避开蓝灵王 土匪无语地带着手下走了 等蓝灵王攻进来 就看到正儿衣衫凌乱地坐在地上 眼看他像一头受惊的小鹿一样 扑进自己怀中 蓝灵王顿时心疼万分 原来他竟是王府的丫鬟 与蓝灵王商量好了 代替王家千金 来这里营救王源外 王妃的手下看见这一幕瞬间炸锅 让正儿把小手撒开 不要脸的东西 夫人在这儿呢 你还这么抱死眼 住嘴 小东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羞辱正儿 王爷表示本该在王府的王妃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恰好炸开山石 拦住了自己前来营救正儿的路 导致她险些受辱 王妃解释说昨天晚上 正儿找到她 哭着求她帮助王爷剿匪 正儿提出今天会扔出手帕为信号 让王妃炸了山石 拦住土匪逃跑的路 这样王爷就能顺利抓住他们 正儿还假装柔弱地说 自己知道不受王妃喜欢 对方怀疑她和王爷有暧昧 这才特地跑来置自己于死地 正儿闻言掏出一把小刀 表示自己不想活了 这下王爷彻底认定 王妃就是胡乱吃醋 这才特意跑到这里 想要毁了正儿的明节 王妃伤心欲绝的模样 并没有让王爷回心转移 但是她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决定 王爷只是稍加试探 正儿就彻底败露 可是她居然还能临危不乱 胡说王爷刚才肯定是听错了 王爷此时再也不相信她的鬼话 正儿开始打感情牌 称自己对王爷情根深重 为了见她一面 受了王妃多少白眼和虐待 恰在此时 手下来报 王妃被土匪抓走了 王爷顿时紧张万分 下秒就骑马追去 完全无视了深情款款的正儿 关注后宫一路长红